下面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十九章 使用Rayman这个工具 那么Rayman呢可以说是Moracle数据库提供的一种 恢复和被则数据库的工具 也是数据库管理员管理数据库常用的工具之一 那么在本章当中呢我们将学习如下几部分的内容 Rayman的概述 恢复目录的使用 通道的分配 以及备份级的使用 这就是如何使用Rayman进行恢复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Rayman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Recover Message它的一个缩写 文版它也称为Rayman的恢复管理器 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用于备份和恢复数据库来使用 这也是Rayman推荐使用的一款恢复备份的工具 那我们看一下Rayman的特点 那么Rayman呢既然是我们Ovical的恢复管理器 那么它的特点呢在官方的网站上是这样四个 第一个它可以备份数据库表空间数据文件控制文件以及日志文件 第二个压缩备份可以指备份发生变化的内容 第三个它还集成了第三方的磁带媒介软件 第四个可以在Ovical数据库的目录中存放备份信息 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一下与Rayman有关的这样几个概念 第一个目标数据库 那么当在使用Rayman进行备份时 就会提到目标数据库这个概念 目标数据库就是使用Rayman工具进行备份和还原的数据库 第二个Rayman客户端 当使用Rayman工具进行数据备份时 使用的前提就是计算机要拥有Rayman客户端 一般情况下这个客户端是不用单独安装的 只要安装Ovical系统就可以自动安装上这个Rayman客户端了 通常安装的目录都是与Rayman数据库的目录是一致的 第三个概念就是闪回区 那么闪回区呢是在持盘上的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可以存放与数据库的 备份和恢复相关的一些文件 那么使用闪回区就能够方便的 我们用户备份和还原我们的数据库了 第四个概念呢就是戒指管理 那么戒指管理设备呢通常没管它叫做SMD设备 也就是把数据库备份到区带当中 Rayman通过戒指管理器将数据备份到区带上 戒指管理器呢通常是由我们第三方文件商来提供的 它将数据数据块中的数据流从我们人们通道进程 传递到对应的区带上面 那么最后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恢复目录 叫做Color Catlog 那么它呢是一个独立的数据库 用于存放目标数据库的备份 这个目标数据库可以是一个 那么当然可以是多个 接着呢往下看 使用恢复目录 恢复目录呢是使用Rayman工具进行备份时 要使用的存储备份信息的数据库 那么这也是Oriple推荐使用的一种方式 这种存储呢要比直接把目标数据库中的内容 存放到控制文件中更加减少空间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创建恢复目录 那么为了确保数据库的安全 一般情况下你都会把恢复目录数据库创建到另外一个Oriple服务器当中 在创建恢复目录时还有考虑的是数据库的容量 这个容量呢主要取决于目标数据库容量的大小 一般情况下 在恢复目录数据库设置的恢复目录的表空间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在50兆左右 创建恢复目录要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步连接恢复目录的数据库 第二步创建恢复目录的用户 第三步给我们恢复目录用户资一个角色 第四步我们的Channel创建好这个恢复目录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连接数据库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说了 去用Connect这个命令来连接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接着呢创建一个用户 那么这个用户呢 由于我们恢复目录在使用的时候 是需要一些权限的 所以说呢最好单独为我们这个恢复目录 创建一个用户 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创建用户呢我们也在前面讲过了 这里不说了就CreateUser 这个命令就创建用户了 之后给我们用户究竟付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才能够恢复目录呢 那么恢复目录用户应该拥有数据库管理员的权限 并在这个基础上 他还要拥有的是Recover Catalog Owner这样的一个权限才可以 在此我们假设我们目录呢 已经创建好了 一个拥有管理 拥有数据库管理员权限的这样的一个用户 在这里面呢我们再给他加上一个恢复目录这样的一个权限 我们看看怎么加 这个是大家应该知道的 Grant 这叫Recover Recover 这叫Recover 这样呢就可以给我们恢复目录 用户呢附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他就可以创建恢复目录了 之后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创建呢 实际上我们创建恢复目录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连接到我们恢复目录的数据库里面 然后使用这样的一个按键 Create Catalog 那么就可以创建一个恢复目录了 当你输入了Create Catalog之后 会出现恢复目录 在SQL Plus档中呢 会出现一个恢复目录以创建的这样的一句 那么就完成了 那么在创建的时候 经常呢会遇到这样几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在连接数据库时出现无监听程序的提示 那么在登录本机的恢复目录时 如果输入了服务器名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那么要解决这种无监听程序的错误 我们可以直接去掉Oracle的服务器名就可以了 那么在登录远程数据库 才需要使用数据库服务的名字 在本地是不需要的 这一点需要读者来知道 第二个就是 在创建恢复目录时 出现无权限的创建 也就是说 在创建恢复目录时 如果创建恢复目录的用户 没有系统管理员的权限 那么就会出现没有权限 那么出现无权限创建的页面后呢 我们只需要给这个用户赋予相应的权限就行了 我们已经说过了 要给这个用户呢 足以两个权限 一个是管理员权限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恢复目录的这个权限 创建恢复目录的权限 这里面呢 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 使用恢复目录 可以在一个同时 存放多个目标数据库的文件 方便我们数据库管理员的管理 这就是要求尽量把恢复目录呢 这个数据库放到与目标数据库不同的服务器上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恢复目录呢 可以长时间的来保持我们RAMAN 备份的原数据 这是创建啊 然后呢就是如何使用RAMAN进行连接 上面呢我们已经说了 他怎么来创建这个恢复目录 实际上连接恢复目录数据库呢 有两种方式 那么一种呢 是我们说直接在我们DOS窗口下 使用我们这个RAMAN这个命令 进入到恢复管理器当中 那么进入到恢复管理器的时候呢 就在DOS这个命令下面出现 出现一个这样的标记 比如说它的目录变成 我们的建筒这样的标记 那么就进入到了恢复管理器状态当中 那么第一个 我们使用目标数据库中的控制文件 来备份数据 当备份数据库时 不使用恢复目录 而是使用目标数据库当中的控制文件 来存放数据 那我看看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吸这个毛号下 拿你输入 然后 然后 然后又不容易 然后写上 NO NO 这样一写呢 就是说 它使用的是控制文件 来代替这个恢复目录的 它给它 代表的是要连接的是目标数据库 NO Catalog代表的是不使用恢复目录 使用这样一种方式 连接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 使用目标数据库控制文件代替恢复目录 这样就连接成功了 注意的是 如果目标数据库不在本地 需要远程连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用户名和密码之后输入一个圈 就在这个位置 输入一个圈 加上目标数据库的服务名 这样的方式来连接我们目标数据库 比如说 如果 我们这里面远程服务器的名 叫做OICL 那么这里面呢 就变成了圈 OICL 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 就是连接到恢复目录数据库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连呢 我们这时候使用的是恢复目录 写上catalog 后面写上登录 目标数据库的 恢复目录数据库的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 也就是说 你需要说两个用户名和密码 这个地方不要击混了 那么在连接恢复目录成功的时候呢 会出现连接到恢复目录数据库 那另外呢 就是在我们恢复目录当中 如何来注册数据库 在恢复目录中 注册数据库 也是要备份目标数据库的一个前提 我们可以使用 register这个命令 在恢复目录数据库当中 注册一个数据库 这个比较简单 只要知道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register数据库的名字 但是我们注册数据库的前提 就是连接到恢复目录上 然后再进行注册就可以了 写完了这个register database 注册这个数据库database的话 他就会说 注册在恢复目录中的数据库 正在启动全部恢复目录的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可以看到 我们在使用register这个命令以后 我们就可以完成 在恢复目录当中注册一个数据库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showout这样的一个命令 来查询一下我们本机 reman的一个page showout就可以查询到了 另外就是说在企业管理器当中 创建恢复目录 那么在企业管理器当中呢 创建恢复目录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在企业管理器的可用性这个选项菜单当中 直接来选择就可以了 选择添加恢复目录就可以完成了 这里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通道的分配 那么什么是通道的分配呢 说到通道分配 通道呢实际就是指数据库 与某一个设备关联 这个设备就是指群储的戒指 是持盘或者是磁带 目前呢全主戒指使用最多的应该说还是这个磁带比较多一些 那么通道分配就是确定连接数据库备份的设置个数 那么每设置一个设备就代表人网就会自动启动一个服务器绘画 由此来完成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的操作 通道分配 由手动分配和自动分配两种 这两种方式使用的命令是不同的 在手动分配通道时 要使用run这个命令来实现 而自动分配呢 只需要我们这个config这个命令就可以完成了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手动的通道分配 手动通道分配呢 可以根据用户自定义 分配通道完成我们数据库的备份工作 并且如果在数据库中定义了手动通道分配 会优先使用我们这个手动的分配的通道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使用的是run这个命令 run 大符号 channel 然后你这个通道的名字设备的类型 就写在后面的就行了 你信了可以分配多个就一个一个定牌的写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一个呢是betaup这个关键字 多个用豆号给开哈 最后一个就觉得是betaup 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是允许分配的通道 然后通道的名字 之后 一个s 这是关键字哈 后面是通道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类型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类型可以是两个 一个是磁带一个是其他 那就是最后一个betaup 是我们beta数据库的一个关键字 可以在betaup后面写上要备份的表空间 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比如说 我们要使用磁盘备份 我们的表空间users 那我们应该怎么写 你把我这个命令改一下啊 这名字我就不管了 用磁盘吗 就是disk 然后betaup 可以在我们这个表空间 nibus betaup 然后users就可以了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使用我们磁盘disk 来beta我们这个表空间users 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 在使用run的命令前 你一定要处于 远曼这个命令状态下才可以 并且确保已连接到的目标数据库 这是它的一个前提啊 这是run用的一个使用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自动的通道分配 那么实际上 不使用手动通道分配呢 数据库就会使用自动通道分配的方式 来beta数据库 那么自动通道分配 是通道名称由数据库自己指定的 它的命令呢 是使用configure这个关键字 configure configure device 我们选拨 我们选拨一种类型的设备 之后呢 之后呢 放选拨 default thevice type to 它的类型的名称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写着两行 第一行是用来指定设备的类型 以及通道的个数 type name 是类型的名称 就是这个里面 也就是它的名字 这个地方 type name 它的名字 它后面呢 这个n代表的是什么呢 n代表的是通道的个数 那么第二个 是来指定默认设备的类型 duice type 它的类型是什么 那么这个 如果使用的设备 我们这时候呢 基本都是使用的是磁盘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默认设备 设置成这个磁盘 比如说 我们用自动分配通道的方式 来完成 我们表空间users的一个备份 我们创建两个通道 首先先自动分配两个通道 那分配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我们再使用我们自动分配的通道 来备份我们这个表空间 那备份呢 首先我们需要把数据库先给它关掉 然后我们启动一个 连到我们目标的数据库上面 然后再执行备份 备份的时候就是bakeup 这个表空间的名字就行了 oce place 在表空间users 那么就会开始这个备份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往下看备份集 那么备份集呢 是用来存放备份信息的 在备份数据库时可以选择使用备份集的方式来备份数据库 但是备份的概念我们只是在维曼中使用的 那么什么是备份集呢 备份集是在备份数据库时的一个选项 一个备份集可以存储一个或多个文件的备份信息 所以说备份集经常用在需要同时备份多个数据文件的情况 每一个备份集是由多个备份片组成的 备份片是一个单独的文件 并且备份片的大小也是有限制的 如果没有限制备份片的大小 那么在备份集当中只能存在一个备份片 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说过了fetaup这个命令 那么实际上这个命令的主要工作就是备份我们数据库当中的对象 我们看一下backup这个命令 看下来我们已经用过了它备份表空间对吧 那么它可以有这样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level 第二个是备份的一个类型 type 第三个选项option 那么level呢是备份的一个增量 可以是一二三四或者是负 负代表的是全备份 full 代表的是全备份 那么这个type呢是备份数据库当中的对象类型 比如说我们刚才写的这个tablespace是一个表空间 那么也可以备份数据库database 数据文件datafile等等 那么option 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可选项 可以包括trannell trannell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通道 还有可以呢定义设备的最大值 就是maxsetsize 就定义备份级的一个最大值 那么利用它备份数据库呢就是betaup database啊 前面已经用过了就不说了 那么在使用betaup命令 备份数据库之前也需要把我们数据库关闭 并且呢启动mount才可以完成备份的操作 这里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接着呢我们来看使用remand进行恢复 使用remand恢复呢主要是用两个命令 一个是restore这个命令 可以还原备份信息 用restore后面是数据库对象就行了 比如说你要还原数据库 就restore database 那么recover呢 也比较简单 使用recover命令可以恢复数据库 这个命令呢是负责把归档执行日志文件 用于重建的数据文件当中 来完成数据库的同步恢复 但是在执行recover命令时 remand还需要读取归档日志 在恢复数据库时 尽量要把数据库的状态设置成归档模式 变成了recover 然后database就可以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呢一定要实际操作这些命令 才能够把它们记住 那么通过本章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如何来创建恢复目录 以及这个通道的 自动分配 手动分配 备份级的概念 以及我们常用的 这样几个命令 run命令 创建通道的 backup 用来备份的 restart 用来恢复的 用来还原的 recover 用来恢复的 然后呢 在了解这些命令的基础上 我们要熟练掌握 使用run命令 进行通道的分配 backup 命令 数据库的备份等等 这样的一些关键语证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 7 2 2 1 9 11